玉昆家族认清现实了 选择支持希拉米母子 双方结盟对抗苏提塔 都说提帮公是铁憨憨 深受学习障碍症的困扰 不堪大人难以继位 随着时光的推移 不少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小王子大智若愚 仅凭一己之力 就改善了希拉米王妃的生活 玉昆家族是戴登王室联姻 是位高权重的外戚家族 施利吉和宋妃都来自这里 到了第三代继承人怕公主的时候 本身可以担当摄政王姐 但是却被糟糕的身体拖垮了 玛哈瓦吉拉龙宫 虽然风流倜傥 但是对继承人问题很认真 无论是海外四子 还是苏提达西下的幼子 太王统统都不承认 而是对提帮公寄予厚望 玉昆家族实力雄厚 当初赶走二王妃母子五人 仅仅把没有继承权的 斯蕊范公主接回来 怕公主作为第三代掌门人 曾经被寄予厚望 甚至被视为第二个施林通公主 但是现在却令人失望 怕公主被爆恼死亡 再也无法苏醒过来 玉昆家族失去了主心 不得不接受现实 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 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 玛哈国王对玉昆家族的态度 真的可以用又爱又恨来行 年轻的时候被迫接受政治联姻 娶了自己的表妹为妻 实际上婚后感情并不可谐 为了摆脱玉昆家族的束缚 玛哈国王宁愿迎娶平民妻子 并且连续生育了五个孩子 太王原配一生都被毁掉 只有怕公主一个孩子 如今也生死未博 令人心疼 随着怕公主的轰然倒下 玉昆家族有了深深的危机 为了不被淘汰 开始主动结盟 将目光投向了希拉米母子 曾经他们是情敌 现在却因为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 这个世界真是又讽刺又好笑 事实证明 玛哈国王的选择是对的 只有不一余力支持提帮公 江山设计才能稳固 可惜的一点是 怕公主曾经是最强辅助 如今却无法苏醒 实在是令人心疼不已 玉昆家族方面的反应也很迅速 不得不接受冰冷和残酷的现实 为了延续家族的荣耀 选择支持提帮公和希拉米 双方结成最强联盟 斯瑞范公主方面也表了忠心 得到上将军衔之后 直接加入提帮公王子的阵营 眼看小王子背后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苏提达王后彻底坐不住了 出席公务的时候开始怒刷存在感 苏提达背后站着的是军方 实力雄厚不容小觑 就连马哈国王也无法动摇 太王一家三头亮相的时候 苏提达跟提帮公全程灵交流 为我们释放了即将开战的信号 在这个接骨眼上 玉昆家族的选择至关重要 牵动着广大网友的心 袁佩一脉知道自己元气大伤 与其继续孤军奋战下去 还不如抓紧提帮公 至少可以分一杯羹 提帮公王子年龄逐渐增加 马上就要选飞 玉昆家族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再次送家族千金入宫 小王子为了营救希拉米 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势必会接受这门侵蚀 苏提达王后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当年代球尚未风光无限 如今太王却不承认这个孩子 就连军方也吃了哑巴亏 千辛万苦不持苏提达当上王后 没想到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ident你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没有